K-pop 頒獎典禮TMA 上週末9月7號 9月8號連兩天 在日本大阪金瓷巨蛋舉辦 其中人淒泥團ESPA現場演出好評不斷 開麥實力炸翻全場 ESPA這次獲得聽眾選擇獎 年度最佳一人賞 以及最大獎的大賞 證明他們身為頂級女團的實力 成為歷屆TMA典禮中 第一個拿下大賞的女團 讓麥們都相當開心 ESPA發表的獎感言史 還瞞著公司劇透回歸新歌 我們都會賺的名為 我們會賺到新歌的劇場 會私會暫裏的新歌曲 新歌曲是個分別的 我們會即將會出現 重點選擇 《WIPFLAISH》 我們還有今的阿瑪嘎 超音樂的新歌曲 我們真的非常有趣 新歌曲 很多期待 也希望 我們明年會 也希望記者會 面試希望 《SYGRECURE》 《SYGRECURE》 公開的音樂 公開的音樂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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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昨晚爆回最多獎項的則是女團New Jeans 共拿下四項大獎 全員黑影在台上三次提及鳴希珍致謝 讓人不免想起鳴希珍代表些人風波引起粉絲逼酸 但是我希望是最後一句 所以再說一遍 我們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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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另外活動結束後也有網友捕捉到 Espa與New Jeans的實際互動 自好不受Hype娛樂創辦人防釋後 把Espa踩在腳下的言論影響 女孩們的大合照也在網路上不斷瘋傳